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有一段蛮长的时间 我跟我的祖父母生活在苗栗头乡 明凤村 一个叫明凤山的山上 那座山 所有的人都过着相当传统的客家传统生活 我长大以后我到台北来 有一次呢 新闻播说 家里那边路断了 那时候我心里想 只剩下爷爷奶奶在山上 我相当的担心 我就打了电话回去 我说 阿婆路断了 你们还好吗 我祖母回答我笑咪咪的 她说我一点影响没有 我不知道路断了 为什么她可以这么自在 是因为我们那个村子 是一个自己自足的环境 她基本上不用下山 她也可以过得很好 一直到她年纪稍微大一点以后 她可能有一些东西 没办法自己生产 那也一个月下山一次 几年前我的祖父母 陆陆续续就是在十年之内离开我 在他们走之后 我回到我们山上家去 我回到山上家去呢 我就在厨房里头 那已经倒掉的厨房里面去翻东西 然后我想要找一点可以想念他们的东西 我就带了一个我祖母生前常常用的不锈钢的水桶 很多人在亲人离世之后找的都是钱财 对我来讲那个不重要 我想要的是我的祖父母用过的东西 有他们守则的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块砧板 厨房的木头砧板 我妈妈告诉我 那个砧板是我们家地上面长的一颗很大颗的无心木 我的祖父就把他聚下来做成了四颗砧板 那四颗砧板就一个阿婆一个伯母一个妈妈 那当然第四个就是我了 我到现在还是不管我搬到哪个地方 我的厨房在哪里 那块砧板就是跟着我 为什么那块砧板对我来说这么的重要 跟那个铁桶子 那个很破旧的铁桶子那么重要 我每天在准备三餐的时候 对我来讲就是重新回忆一下 重新回忆一次 我祖父母的叮咛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刚开始没有把那个生活方式跟环保连接在一起 我也没有把它跟减速连接在一起 但是因为童年你在充满爱的环境下成长 你很自然而然的 你会想要去实践那样的生活的方式 不管你待在城市里也好 待在偏僻的乡下也好 或者是去旅行的时候也好 你会想要找 你会想要找那种充满爱的感觉 我的祖父很爱我的祖母 就是基本上家里很多的东西 要不就是他去砍竹子来做 包括我们用的筷子 然后要不就是他去砍木头来做 我们不太会有机会去买所谓的塑胶制的东西 那当然我的生活里面就变成说 在我要去选择 我自己独立出来了 我要去选择这些生活用品的时候 我很自然而然的会先把塑胶排除掉 除非我真的找不到 除非我真的找不到 我以前没有去思考说 当我的祖母他从菜园里头种下一颗种子 长出一颗菜当他采下来然后采回家 逐给我们吃放在餐桌上 然后我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对或不对的 可是当我到台北之后 我去买三把五十块的青菜 我忽然间发现 不管我早午晚各炒一把 三把的味道是一样的 我那时候我有点想不通 因为我没有去意识到说 城市里头的食材 跟我山上家的那个食材 他们来源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意识到土跟空气跟阳光 他们培育出来的作物味道是不一样的 我只是觉得 为什么奶奶的菜特别的好吃 我不管我回去问了几次烹调的方法 我回到城市来试的时候 总是没有办法一样 后来我终于懂了 每一个汉堡里面 后面都是一片森林 为什么每一个汉堡 后面都是一个森林呢 很简单 汉堡里面我们举个例子 里面的牛肉好了 我们要养牛 现在的牛都是集约饲养的 那些牛要吃什么呢 那些牛要吃穀物 穀物从哪里来 人们就去把森林砍掉了 然后种了玉米 然后给牛吃 然后我们吃牛 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农村 我祖母会说不要吃牛 牛是帮我们耕种的 我总是会顶嘴 说怎么会呢 那个牛现在已经不耕种了 为什么会不能吃牛 现在我懂了 你跟当你知道这个牛肉的来源 后面跟一片森林的毁灭有关系的时候 你就会谨慎他 我需要吃他吗 或者是我非得吃他不可吗 或者是我可以少吃 除了除了食材的来源以外 我还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在台湾 我现在此时此刻我要吃东西的时候 我找的是像我奶奶那样 从菜园里头种了用爱种的 然后采了之后回家给我们吃的菜 我会不会更接近我的祖父母给我的生活价值观 我想是会的然后到后来我自己有个家之后 我发现我相当喜欢准备三餐 我喜欢准备三餐的理由是因为我发现 一件 当你去爱一个一个你的家人的时候 你去爱你的家人的时候 你会从买种子或者是 把种子存起来那一刻开始 你就在思考 我明年这个时候播种下去的同好 我几月播种 我几月的时候采下来 我冬至的时候要煮多少人份的汤圆 你已经在想了都在心里面 我在家里煮除了我选择食材之外 我剩下的东西我还可以处理 以前我的祖母处理厨余给我看 我总是看一半 就是回家你就晃一下走晃一下走了 我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门口的那个垃圾桶不会满 为什么门口垃圾桶不会臭 我不懂我不懂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么 这么绝对 我们上下家也没什么垃圾车去 后来祖母走了 我仔细去回想 回想他怎么去处理他的厨余 我开始想起他跟我说的话 比方说在我栽菜叶子的时候 我会想起他告诉我说这叶子放那里我的鸡爱吃 我的鸡爱吃 那这个就不是垃圾 他可能会说 这个 等一下我拿远一点的地方去丢 比方说 比较会臭的味道的 鱼的鱼渣什么的 他就会把他拿到好远好远的地方 然后把他买起来 他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他生活中的 废弃物 所以呢 那个东西他完全不会进到焚化炉里面 完全不需要垃圾车来收 整个山上的富人家都这么做 所以我们那个山到现在很干净 到现在还非常非常干净 我喜欢那座山 这为什么很重要呢 我们 很难去意识到说 我们的厨余对我们的焚化炉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现在最在意的是空气里头的污染有代曜星有很多的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他让我们生病 但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把厨余都丢进 粉化炉里面了 台湾处理垃圾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丢进粉化炉 另外一个把它埋起来 像厨余就是不需要烧的垃圾 我们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把它 消化掉把它 处理好了 或者是减少他 减少他然后把它处理他 所以厨余是不用送进去的 不用送进去我们的粉化炉寿命就可以更长 粉化炉寿命更长的话呢 我们 就处理垃圾功效也会更好 我们的颅底渣就会少 那个底渣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常在生活里面 比较少把这些东西连结起来想 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就吃个东西吗 就是吃不完啊 就是买多啦丢掉嘛 不然的话就是买多啦 放在冰箱里头坏掉了嘛丢掉嘛 对我们来讲那是很自然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可是当你去想 从他生残的时候你觉得他很丑不要买他被丢掉的部分 到后来我们在生活里头这样浪费掉的部分 总共占了所有农作物生产的三分之一 就表示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资源被我们浪费掉了 水资源也被我们浪费掉了 那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山上是不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是绝对不会有 不会有那种浪费的情形发生 反正就是该给鸡吃的给鸡吃 该买起来做堆肥的做堆肥 那很多人就会说老师 你那是因为你有环境啊 所以你可以做到 我要跟各位说的是 任何一个环境都可以 努力去做到 都可以认真去做到 你说它很难吗 我觉得如果你心里头 抱持着一个信念就是 我今天就是要淋垃圾 我挑战的是我自己 我挑战的不是什么 我挑战我自己 我昨天不小心用了一个塑料袋 我今天可不可以淋 我昨天好可喝了一杯饮料 我今天可不可以淋 我可不可以从家里带 挑战自己 我觉得那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像玄空师傅他说过 万般由心 心是一切的根本 如果你把这样的信念放在心里的时候 你就会去做很多 别人觉得很奇怪 可是你自己觉得 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比方说我有瘦在外面 我也会独自饿 好我刚刚一路走过来 我看到旁边在买小笼包 水煎包 葱油饼 我也在想 我今天10点就吃早餐 我好饿 可是我看到他用刷袋 我装我就走了 为什么 我没有用那个刷袋 我不会饿死的 我可以晚一点再吃 可是用了那个刷袋 他会在地球上留400年 我只要想到这个 我只要想到他会变成塑胶微粒 我就会 告诉我自己 我可以晚一点 我可以晚一点再吃 那到市场买东西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 当你想好了 你有计划 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要吃什么东西 家里几个人在 那你大致上 你就可以有个规划 你就不会 离开 离开你的计划太多 你就不会剩下太多的东西 你可以 把你的容器带出去 装你计划中的那些东西 我买衣服也是一样 我们常常去买了很多 自己当下很喜欢的衣服 可是回家之后 根本就没有去穿它 我最近还发现我在二手社团 换物或者是索取来的衣服 跟新衣服也有同样的毛病 就是有的时候你带回家 你反而不会去穿它 我的做法就是再把它送出去 再把它送出去 运用网络 我对于这种 所谓的日常生活用品 或衣服的断舍里 是有一段心路历程的 我记得我15岁那年 我在我这个年代 我们是哈日的 哈日的那个少女 如果你能够有一件 水手服 海军领的水手服 那是莫大的幸福 跟虚荣 我就在百货公司 看到了一件好喜欢 可是我必须要等我的祖父 给我生活费 那就等了一两个礼拜之后 我就拿到了 生活费 第一件事情就冲过去 衣服没有了 下架了 我记得我从百货公司走出来 才14 5岁 我告诉我自己 昨天我没有这个衣服 前两个礼拜我没有这个衣服 我们不能过了吗 我没有不能过 而且我有不快乐吗 我没有不快乐 我们常说 衣服用来做什么 保暖跟壁体 保暖跟壁体 那现在衣服似乎 不再只是这两个功能了 我们有时候变成一个炫耀品 或奢侈品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 就制造了很多很多我们 无法去计算的 地球资源的耗损 我也很爱漂亮 我也相当爱漂亮 我也喜欢自己在一些正式场合 可以很特体 我有个长辈 他曾经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话 他说在家里只要整齐 干净就可以了 因为家人 说真的 你仔细回想一下 你记得住你的家人 今天早上穿什么衣服吗 如果他 你就仔细回想 你记得住你的孩子 今天穿什么衣服吗 好今天记得住 昨天记得住吗 前天记得住吗 你不一定记得住 那就表示他们穿什么其实不重要 就是整齐干净就好了 可是如果是正式场合 我们就要顾忌到礼貌 礼仪 我们必须有一点 我们必须有一点正式的衣服 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礼貌的人 这样就够了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那有一些人会说 老师我的生活 我的工作 我需要很时髦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曾经帮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当他的秘书 他每天穿一样的白衬衫 同一款的卡其库 还是觉得他帅的不得了 因为他就是才华洋溢 他就是气质很好 所以呢 一样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 好那为什么 不要买那么多衣服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很多的衣服材质 你看不懂 他写了一堆的英文 他只告诉你不可干洗 不可熨烫 事实上你仔细去看 里头有很多 都是化学纤维 所以他叫你不要烫 棉 棉可以烫啊 怎么会不能烫呢 那化学纤维比较多 做成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 你能想象在身上穿着塑胶衣吗 你不能想象 但是事实上 我们绝大部分的衣服的材质 都有化学纤维 都有 好有些人会说 老师天然材质也有棉 棉的 种植的过程当中 也有农药啊什么 是没错 种棉花 他要耗损地球资源 而且使用了相当多的农药 可是棉花织成棉布 然后我们穿在身上 或用在所有的生活用品 上面的时候 一旦当你不用他的时候 我们的环境 是可以分解他的 但是化学纤维不是这么一回事 尤其是混仿 那更难处理 我常常看到一些 堆积如山的二手艺 我都非常的心疼 因为你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才好 好那如果你是用棉布的话呢 你可以重复的利用他 我最近在试着做一件事情就是 把我所有不用的衣服或裤子 制作成所谓家里的布料裤 这布料裤要用来干嘛呢 我可以用来做包包 我可以用来做 简单的衣服 我可以用来做抹布 我也很希望 今天在座各位听完我的分享以后 能够跟我一样 把不速这个概念放在心里面 一起来时间 不速生活 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 祝各位成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